事情,直接都可以拿到 而且他沒規定說你一定要完成什麼任務還是做完什麼事情才能離開 所以你可以玩膩了以後就直接傳送出去然後去放 當然就是希望盡量可以在裡面完成他的整個流程是最好的 這個的話是我去搜尋對Linden他們做的那個新手找 就是一開始有點像在登山步道一樣就是跟著他的流程走 他就會跟你介紹很多東西 像是這個的話就是他一開始進來就是教你怎麼改變你的外貌或是你的形象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我找到的是也是另外Linden他們做的一個Illand 應該說算也不算一個Illand就是一個區域而已 就是他這個的話是比較偏日式風格的新手村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直接到搜尋那個Linden他們的東西 然後直接到Orientation Island 他上面就會有那個地點提供然後就可以直接傳送過去 然後這個的話是我新開一個帳號以後抵達的一個地方 這個的話他有明顯的分件就是分說什麼物件還有座子還有那個還有一些很多功能啊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看 主要是他這裡的話有分幾個區域就是sandbox啊demo area還有crisis 這個的話主要是提供一些免費的東西給你 這個的話我去看的時候你就是只要在上面點一下他就會傳送給你東西 然後你他人家跟你東西的話你要同意他才會接收 然後接收完你可以去你的那個到你的物品欄就是那個 那個右下角那個地方可以去看看他上面的物件 然後另外這裡的話是教你什麼那個教你怎麼創造物件然後調整他的一些參數 像是長寬然後大小然後長寬大小還有旋轉這些這些都可以 然後另外他這裡還有就是demo就是demo你的那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話你可以所有的應該所有人都可以進去看 就是看他裡面是怎麼製造 那或是他裡面的一些東西怎麼做的 不過我們進去的話 第一件事情希望可以就是加入weco的group 就是可以因為我們weco的group的話 他是要有加入社團才能進去 他可以這樣子要藏進去 所以他你要利用如果你要加入的話可以利用 second life裡面的搜尋功能 second life裡面的搜尋功能 可以搜尋很多東西像是人物啊 然後社團啊或是地區地點這些都可以 首先就是搜尋weco 然後weco搜尋出來以後會有我記得有三個嘛 選擇第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他會有一個information你可以看 然後到時候你點進去以後 他就會給你那個社團的詳細資訊 然後或是他有什麼會費啊什麼的 不過這個wecogrouper的話是不需要繳會費 所以你可以直接免費加入 這個的話就是他的搜尋畫面 這個搜尋畫面 從右上角有一個社群的那個 檔位那邊就可以直接找 然後這裡有很多tag就可以找說 你要的那個類型或者什麼可以過濾掉 一些比較 比較麻煩的那個 算是垃圾資訊嗎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你點進去他會 你可以選擇那個view for profile 這個的話點進去他就會看到 這個group和他的一些相關資訊 他這裡有寫他的主人 還有那個join的那個選 然後還有什麼的 然後直接 直接點了他就問你要不要加入 加入以後你就看到你名字上面會多了一個wecofriend 這樣的話就表示你已經加入成功 然後那個頭上的那個wecofriend的那個算是稱號 那個稱號你可以替換掉 所以你加入其他社團就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選擇active 他就可以把它掛了不一樣的名字在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teleport teleport的話是算 那second life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交通方法 就是那個移動的方法 因為你不可能就是慢慢走走到wecofriend的去 因為那個我們也不知道他那個 新手是不是在哪裡 然後wecofriend的你要怎麼走也不知道 所以他主要是靠teleport在執行 首先你就是先打開他的社團介面 然後會有那個information 你點出去 你點下去以後 他會有一個tag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會有一個land and linden down的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的話就是 顯示了 weco 顯示了整個group的資產 就是 像是 土地啊 還有他的一些資金等等 然後這個的話你只要選擇 weco land的或是 那個老師的那個海灘小屋 都可以 就是他會 直接傳 就是你只要指定好 然後點選 這個teleport的那個 顯示在那個地圖上面 他就會 幫你把地圖塗出來 然後標示在 那個點上面 然後再來你只要點 右下角這裡有一個teleport 如果英文版 他就選teleport 然後 如果你抓到那個 典體中文的話 他會有 就是什麼閃電傳送 可是點下去以後 他就 他就會幫你自動 傳到目的地 然後這是基本的 基本的操作方式 基本操作方式 就跟很多 像是CS啊 或是很多 線上游機 操作方法 差不多 除了上下左右以外 他另外 可以改變你的 視角 然後那個視角的話 用說的可能 不太方便 就是到時候 直接demo會比較快 他的話 他的視角 主要是用來 當你在製作無件的時候 你想要看看你的 東西有沒有歪掉 或是 有沒有哪個地方 沒接好 或是你想要看得 讓 就是在遠距離 把東西看得更清楚 這些都可以 藉由改變視角來做到 然後另外 他有一些熱線 就是在你 製作東西的時候 很有用 像是Copy物件啊 或是直接改變 東西的 角度 或是大小 這些 這些的話 都在 那個 有一個網站 就在這個網站上面 有 因為 它裡面能用的 熱線真的太多 要一次講完 很難 就是 通常都是要自己去摸 然後去看 資料才有 像這個網站 它提供了很多 熱線的說明 所以有進去的話 可以去看看 然後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 Second Life跟一般 不一樣的 它可以 人物可以飛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自己 就是隨便飛 然後 隨便逛 不過當然 那個 有些自身土地 它沒辦法進去 就是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Second Life 的人物 就是那個叫 Evatar 這個 Evatar 它可以在裡面 就是做各種活動 像是 你要 參加什麼 參加什麼 group 或是你要去 跟人家買東西 或是你要去參加演唱會 或是什麼舞會 或是去 甚至去賺錢 等等都可以 而這些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 在有權限的地方 或是人家允許的地方 你都可以做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每個Evatar 都可以 把東西裝在身上 不過這個 要注意的是 它 有時候 它物件做出來 然後 它 不一定是根據你的 根據你的身材 或是你的那個 操縱來 你決定 穿上去以後 有時候會有 不合身的情況 不合身的話 你得自己 在另外編輯 就是調整好它的位置 然後再穿 然後穿上去以後 看起來才會比較 順暢一點 然後另外 另外 這顆Nive 大部分的區域 都是可以飛行的 就是除了 找出一些 禁止外人 進入的那個土地以外 你們可以在上面 飛來飛去 通常啊 飛行的高度 是170公尺 這個 它在裡面 這顆Nive的 長度單位 是以公尺為單位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另外 它除了自己 走路以外 它還有交通工具 像是車子 飛機 直升機 那些都可 那些動機 它的話 那些動機 可以飛行的高度 可以到更高 不過有人 我是看資料 他是說 很高 這一個動機 有一個動機